财经最新 带你来关心台股的最新表现 早盘爆砂千点开出之后 指数跌幅是持续扩大 而目前已经跌到了1700多点 甚至破了2万大关了 这已经是台股史上最大跌点 而更详细的状况 我们马上连线给佩玉 佩玉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整个亚洲股市都笼罩在相对悲观的氛围 尤其是台北股市今天又是再度血流成河 开盘指数跌千点之后 现在整个跌幅是不断的扩大 又再度见证历史 目前早盘是大跌了超过1700多点 那这不只是刷新台股史上最大跌点 甚至整个大盘指数 也一度跌破2万点的整数关卡 目前低点最低是杀到了19926 那么今天看起来 恐怕这个大盘是要面临2万点的保卫战 尤其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 是直接出现八字头的价位 今天也一度回测到半年线以下 来到了835元 直接大跌68元 那么我们再观察其他的指标类股 也是一片暴沙 像是鸿海一度打入跌停 低点暴在168元 联发客同样是开盘 就直接跌破1000元 目前也来到了981元的跌停价 各类股看起来都是一片绿油油 尤其目前现在整个上市柜的跌停加速 更是已经超过了300多家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强势股 今天其实都出现这个跌停的状况 那么专家也说 现在整个台股看起来 目前也蛮有这个加速感底的状况 那么以上是台股的最新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台股在今天一开盘 又下沙1400多点 台积电也跌破900元 有关于台股最新表现 连线给记者洪佩玉 佩玉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台股上周五面临写洗大跌1000点之后 今天一开盘又再度见证历史了 继续的加速感底 开盘是下沙655点 开在20982点 不过这跌幅是不断的快速扩大 不断下压 盘中目前可以看到 已经跌了至少超过1400多点 而这个数字也已经是破了 台股有史以来史上最大的跌点 更是直接跌破半年线了 而且今天其实是杀出了非常大的量 那么当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护国神山台积电 是直接跌破9次头 继续跌51元 开在852元 那么最低甚至已经来到了835元 今天要来看这个半年线838能否守住 而其他指标股包含鸿海 是这个重挫甚至超过了9% 已经来到了169元 那么联发科甚至是一度跌停 股价已经直接了跌破千元大关 那么最主要还是因为 这周末三只黑天鹅 包括是这个巴菲特没有卖股 以及灰达GB200晶片 也被爆出良率 有问题会延迟出货 甚至以色列伊朗可能在8月5号开战 三大不确定因素 推升整个股票市场的恐慌情绪 那么以上就是台股的最新 来关心刚刚收盘的台股 全面重挫上演了大怒神 开盘直线狂杀 开低走低 而且中场爆杀1004点 成为史上最惨的跌点 那么您看到收盘是收在21638点 而且也创下了史上最大跌点 而台积电的部分呢 则是来到了903元 主要是受到这美股重挫影响 但这回台股看起来几乎快崩盘了 这还是算是回档吗 还是呢 这AI股泡沫真的来了 小请马上连接记者洪佩玉 带我们掌握 佩玉请说 好的的确哦 今天小股民的心情 真的是大震荡啊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走低收更低 五盘又开始爆杀一波啊 收盘真的是创下史上最惨重 收在21638点 暴跌了超过1000点 这已经是创下台股史上最大的跌点记录哦 那么尤其护国神山台积电收盘 更是大跌57元 收在903元 这跌幅已经逼近了6% 而其他像是鸿海 不止没占稳200块 还一路跌到 现在目前收盘是收在186.5元 那么联发科广达 也通通都是重挫下跌幅度 都是超过7个百分点 盘面上各类股啊 都是一片绿油油大崩跌哦 不过专家也是有说啊 今天虽然破底 不过还不算是系统性的风险啊 尤其下半年是电子忘记 苹果也有新品发表 中长线来看 还是要特别提醒投资人 不用过度恐慌 也不要贸然杀低哦 那么以上就是台股的收盘最新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台股又坐上大怒神了 二日开盘直线狂杀 跳空重挫500点 以22,141点开出 在电竞奇跌下杀盘中 跌点一度扩大到826点 触及21,815点失守季限 也失守22,000点整数关卡 短线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看得比较 还是有一些机会 但是可能你自己就是要 跑得比较快 看得比较紧这样子 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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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整体来算是没有赔的 拖累大盘关键之一 就是护国神山台肌店压力不小 面临900元关卡保卫站 盘中低点来到913元 刚占回200元的鸿海 也又重挫超过5% 其他项联发科台达店 也统统重挫 整个电子股几乎成了重灾区 第一季第二季 我们跟大家讲说 我们都是all in 但是到了第三季 我认为反而你的持股 水位要降下来 也许到50到70% 鸿海这一波 其实都是一直到季限 季限完又反弹 然后今天又跌下又到季限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你除了资金要保留弹性之外 也是要缩小获利预期 美国股市全面丘震 影响台股几乎全军覆没 再度面临血洗 台币也一度重扁超过一角 直接变成黑色星期五 也有专家预估 八月指数区间会落在 21500到23000点 震荡的格局里面 其实我们要做的 当然是低买高卖 但是不是说低档就进来all in 我们讲的重要位阶 我们就抓低一点 我们讲21500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我觉得这个此时此刻的位阶 应该是相对低档的位阶 也就是说专家认为 受到国际经济不明朗影响 台股短线急涨急跌 投资人要多停看听 但不必急着出脱 东西三星游戏综合报道 台股又上演大怒神拉多空 力道拉扯激烈 开盘下跌134点 不过没多久 就上演逆转秀 一度拉涨到22315点 但中场又没能守住 又翻黑 收在22199点 下跌24点 真的堪称是波折七月 台股月K终结连五红 看看光是7月 就跌掉833点 市值蒸发了2.9兆 高低震荡更是高达2533点 但专家喊 不用怕 台股还有强劲支撑 跌了11%以内 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整理 台股股市算是 还是有强劲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个人是预估 8月份就要看看题材性 能不能够 比方来说就是利多 利多续涨或者利多有追价 盘面上全王台肌电中厂 收在934元 而鸿海在买单 溢柱下 虽然200元没站稳 但也成功翻红 广达收涨2块钱 而31日撑盘的 还有金融股 整体指数上涨1% 包含富邦 原大 永丰金都上涨超过1% 只要出现利空不跌 或者利空捷径的话 我认为在整个8月份 还是很多机会能够逆转乾坤 怕就是怕缓跌 那如果急跌的话 后市能够有所谓的一些 具备题材的一些龙头股 来做一个上攻 毕竟8月后还有挥达财报 美国联准会降息行情 甚至苹果新机发表等力多 中长期来看 多头格局不变 台股有机会弱势走强 东森财新闻中文军 王安平台北报道 两天台风假回来 小股民哥哥哀嚎不断 因为台股真的太暴力了 26号再度上演大逃杀 盘面绿油油 台股开盘就涌现了恐慌性脉压 不到5分钟指数就狂杀了982点 最低是来到了21889点 创下了盘中单日的第三大跌点 就是因为修饰期间 美国科技股连两日重挫 跟着补跌 该来的还是闪不过 不只是值盘中狂洩3.13兆 失守70兆大关 今年最惨 收盘大跌752点 也是史上单日第二大 关键指标股全往台积电 20号才公告有股民翻车 违约交割2.2亿 开盘又直接跳空大跌64元 到最低915元回测季线 市值蒸发了1.65兆 怎么会越买越低了 越来越好的情况 所以台积电基本上就是 本一笔的调整 短线上它已经来到 相对一个低点 21,800点这个地方 到23,000点这个地方 的一个高点这个地方 做一个上下震荡 联发科广达更狠 直接跳空回测半年线 红海也大跌进半根停板 电子全职股全军覆没 倒是资金持续往传产避险 台风概念股像是钢铁股中钢 逆势小涨 资产营建股星巴巴冲涨停 论龙标语半根停板 接下来怎么布局 钢铁水泥 营建相关的营造族群 可能可以留意重建相关的族群 奥运主旋律 还是在美国的选举 左右逢云概念股 右边的这个美概股 那左边的部分就是中概股的 金管会议再度跳出来信心喊话 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 专家也曝止跌的两大关键 就是看台股 两天台风假回来 小股民个个哀嚎不断 因为台股又再度上演大逃杀 26号开盘 直接跳空跌破季限 早盘一度失守 两万两千点大关 整个血流成河 盘面绿油油 台股开盘就涌现了恐慌性脉压 不到五分钟指数就狂杀了982点 最低是来到了两万一千八百八十九点 创下了盘中单日的第三大跌点 就是因为呢 修饰期间 美国科技股连两日重挫 跟着补跌 指标股全王台肌链 周二才公告 有股民翻车 违约交割2.2亿之后 开盘又直接跳空回测季限 大跌64元 以915元开出 联发科广达更狠 跳空回测半年限 鸿海也一度大跌 近半根停板 台股的多头行情 是不是真的到尽头了 目前看起来虽然 没有办法预测说 它修正到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也可以说短线上 我讲强调的短线上 它已经来到相对一个低点 短线上 两万一千八百点这个地方 到两万三千点这个地方的 一个高点这个地方 做一个上下震荡 倒是台风概念股 相对抗跌撑盘 像是钢铁股中钢 东河钢铁逆势小涨 资产营建股 星巴巴逼近涨停 润龙也涨3% 大部分资金持续往非电子族群靠拢 该怎么操作布局 那目前看起来 它的这个跌幅上来看 已经来到季线 其实已经来到生命线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再做沙滴 那没有持股人 想要去做操作的话 可能就是分批买进 奥运题材性来看的话 会有 三个就是政策的部分 专家也曝止跌的两大关键 重视看台积电还有成交量 但日量能最好能破7000亿 才有筹码的换手空间 建议现阶段不要开杠杆 持股水位五成以下比较安全 东森采定新闻 张伯祥叶子金台北报导 台积电的话 如果我有资金我会 因为我觉得蛮看好这家公司的 1000元以下的台积电 真的还是买点吗 22号护国深山再度跳水 中厂下跌31元 跌到剩下939元 短短4天市值蒸发3兆元 这波最高价登上1080块 若是买在这价位 等于短短不到两周 一张就赔掉超过14万 台积电如果回到900块附近的话 应该是长线资金会特别注意到的 相关的价位 因为毕竟如果以台积电1000块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本益比偏高 但回到900块的话 我觉得如果以外资 目前给它的平等 很多外资上修 台积电目标价到14001500 我觉得整理上整个获利空间 有机会拉出来 一路下沙的 还有前阵子长得很凶的鸿海 跌破锅董退休价 收在192.5元 若买在波段高点也等于10个交易日 一张赔掉4.2万 而全职股这要杀台股大盘 当然也是相当惨淡 台股22号真的是杀身隆隆 一开盘就下跌50点 10点半左右出现恐慌性杀盘出笼 一度是暴跌超过700多点 最终是下跌612点 收在22256点 勉强守住际限 台股重挫创下史上第八大跌点 台股12号杀身隆隆 一路开低走低 盘中一度重挫超过600点 虽然随后跌是收链 跌473点 收在23916点 写下今年第三大跌点记录 三件四大全职股F4 全都绿油油一片 包括护国神山台积电 一度暴跌55元 最终收在1040块 鸿海也没守住 一路跌到216元 下挫9.5块 联法科跟一口气暴跌60块 广达虽然跌势比较浅 但还是跌了6.5元 现在是加码的时机吗 现在台湾站了一个对的位置上 只是说因为真的涨太多 所以市长需要整理 降息之后 如果市场经过修正 股票够便宜 其实股票在长期也是很好的 因为降息之后 随着降息之下台币也会转强 所以对台股投资也是有利的 不只多头总司令张席再给信心 跌是涨的一部分 股价修正再加上美国9月降息时间点 几乎确定 年底高点还能期待 外资也抢在台积电18号法说前 掀起调高目标价潮 其中野村一口气把目标价 大幅上调三成到1270元 成为外资圈第三高价 这趋势才刚开始 第二个是如果9月开始降息之后 这个资金行情还会持续再推动 所以我想就是整理之后 我觉得还很有机会 再有一个更好的高点 股票整理之后 明年的获利应该会更好 明年大家看起来 应该成长性都还有20%以上的获利 也就是说长线来看 今年年底或是明年 台股有望再冲一波新高点 金管会也发新闻高喊话 强调台股基本面上称稳健 并会持续关注国内外经济情势 要投资人们严 冬裁新闻网站好赵华珍海报导 台股受美股下跌拖累 12号一早杀生隆隆 早盘大跌587点 最低下探23802点 跌破24000点关卡 关键四大全职股F4 全都绿油油一片 包括护国神山台积电 一度暴跌50元 来到1030元 鸿海也没守住 最低来到217元 联发科更一口气暴跌55块 唯独广达 虽然早盘一度跌了12.5元 但随即跌幅收敛 现在是加码的时机吗 现在台湾站了一个对的位置上 那只是说因为真的长太多 所以市长需要整理 降息之后如果市场经过修正 股票够便宜 其实股票在长期也是很好的 因为降息之后 随着这个降息之下 台币也会转强 所以对台股投资也是有利的 不只多头总司令张熙 再给信心 跌是涨的一部分 股价修正 再加上美国9月降息时间点 几乎确定 年底高点还能期待 外资也抢在台积电18号法说前 掀起调高目标价潮 其中野村一口气把目标价大幅上调三成 到1270元 成为外资圈第三高价 这趋势才刚开始 第二个是如果9月开始降息之后 这个资金行情还会持续在推动 所以我想就是整理之后我觉得还 还很有机会再有一个更好的高点 股票整理之后 明年的获利应该会更好 明年大家看起来 应该成长性都还有20%以上的获利 台湾是非常正面 就是它的报酬率流动性也很够 然后市场就是找低本益比值得投资的标志去走 也就是 是 是 是